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NBA本赛季的季后赛事已经在今天凌晨彻底打响了 在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之中 熊鹿队是在主场通过一个加持赛击败了热火队 然后小牛队是在圣卢卡的带领之下是客场先翻快船 夺回这个主场优势 这两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早 可能看的朋友都不是很多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熊鹿和热火这场比赛吧 咱们闲言少叙 这场比赛字母哥是砍下了一个26分18板的一个大号两双数据 但是从这个场面上来看 尤其是在进攻端 字母给人的感觉是远没有数据上来的震撼 在决胜阶段可以说是碌碌无为 几次罚球都是没有能够命中 甚至还出现了一次在职业赛场上极其罕见的一次罚球十秒伟利 然后在这个加持赛的时候 似乎米德尔顿和霍勒迪才是这支球队的主心骨 字母始终都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配角 最后时刻米德尔顿是在顶湖持球单打 然后是运到高位 迎着两个防守人投进了一记绝杀球 我们说米德尔顿这个绝杀 我当时看的时候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 2000年科比布兰特面对贾森基德投进的那一记 激活赛的绝杀 那也是科比布兰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激活赛绝杀球 当时的画面跟今天差不多 科比从奥尼尔手中接过皮球 然后在顶湖面对基德的单防 他也是运球来到一个高位 然后是迎着基德以及另外一名太阳队铺防过来的球员 迎着两个人 也是跟米德尔顿今天一模一样的动作 把皮球投进绝杀了太阳队 我们说正可谓 谁人曼巴封骨 为我米大将军 是不是 然后呢 当然了我们说今天 这个字母哥虽然说在这个禁区之外 总共的这个投篮是14投林中 似乎是在致敬他的这个启蒙教练 那是我们有一说一啊 字母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展现出了一个 DPOY应有的风采 他在大部分时间是在领防这个巴特勒 在他的防守之下 巴特勒今天也是手感全无 22投只有4中 4货也是在至今那个男人 是吧 此外今天字母哥几次前场篮板 也都是非常的提升士气 但是啊 我们说字母哥 你毕竟是两届常国3MP得主 并且处于当打之年 球迷们对你这个期望 肯定是要高于一般的一些球星的 你在决胜阶段不能得分 还继续这么隐身 这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说你总是指望 米德尔顿在关键时刻 站出来拯救你 那么即便说你能够过了这个第一轮 在后面的比赛之中 你面对层次更高的球星的时候 米德尔顿他还能够继续站出来吗 米德尔顿能够拯救你一次两次 他却不能拯救你十次八次 如果说米德尔顿 在以后的比赛之中 每一场都能够这么站出来 那么我看这个MAP 也就不要给字母哥了 给米德尔顿就行了 是吧 以上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